阿養這陣子亦在拍《抱擁情人》 差不多近尾聲 今次就滿了不同的拍檔 戲種又不同了 《抱擁情人》你的角色又是怎樣的 《抱擁情人》其實是一個用地產界去包的劇集 我和高玲都是地產業的老闆 我的角色名叫做郎潮勇 他是很狼的 所有事情都不跟張法 但被他扶扶扶扶扶成功了 他的角色情緒比較高漲 我不想再聽這些東西 我想聽一些比較實力的東西 例如你會跟高凱玲有360度的環迴激昏戲 我們想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啦 這是其中一個賣點 那一場戲已經拍了 那一場戲就是 辛苦嗎 我覺得拍這些戲是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其實觀眾以為男演員會很享受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男演員知道有這些石石戲 其實是很大壓力的 做多了又被人罵 做少了又不好看 其實很大壓力 終於說這個鏡頭拍了多少次呢 這個鏡頭拍了三四次 即是七次 我們看到一張照片 你們回去你們初相識的一間餐廳 去慶祝你們拍拖一周年 記不記得那個時間是幾月幾日 四月一日 就是真的餘人之力 他還不知道是不是在玩我呢 哈哈哈哈 那一天所謂叫啪雀 大家開始拍拖的 其實裡面曾經發生過什麼浪漫的事情 其實沒有的 偶爾我們會吃飯 就是一大班 你意思是四月一日之前 四月一日之前 有時候會有些同事有結婚 會見到 會聊天 其實之前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去到 什麼叫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對於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失敗 只是覺得美女而已 你可能當然 哈哈哈哈 沒有特別想去 繼續進一步去發展 直至到 直至到那一天 四月一日 那一天 就可能他在玩東西 哈哈哈哈 只是單人匹馬兩個人去吃飯 不是 那是去我們的同事 朱惠琳那裡吃飯 大師 當捧他長去吃飯 他們都在這裡吃 還有兩個朋友在這裡吃 OK 即是兩批人 然後我們就聊聊聊聊 然後就 好像咦 有些感覺 那一天開始就慢慢去 再互相了解 然後吃飯 OK 所以就 挺好的 又回到大家 初初他著的地方吃飯 是啊 有些什麼感覺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都是 熟落了 熟落一點的朋友 哈哈哈哈 一拍拖 做圈中人 就是 金工一點 就是怎樣 一聊天的時候 記者就會問 對啊 你現在拍攝 拍攝成怎樣 有沒有打算結婚 隨之而來就是這個問題 是啊 記者朋友一看到我 就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是不是快要結婚了 會不會是一個壓力 這個 最初有一點點的 那麼快就問這些問題 剛剛一年 剛剛被人拍到 或者公開的時候 都是半年了 那麼快 所以就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問得多了 然後就開始可以 當他耳邊通 放開圍吐 當他唱歌